大家好,我是宣問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四個字,四大注意 談談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沒有很大方向 早段高開後,升幅也不錯,百多點升幅 只不過期後,升幅無以為計,慢慢回軟 一度跌過下跌過少少 最後全日升兩點收市 收入26,326點,成交620億 今日市議能夠做好一度200點左右的升幅 友邦是幾一公,升0.8% 爬上來五十天線附近增持 只不過,匯豐表現差一點 總榜股來說,跌0.3% 令市升幅不能保持得太多 只是少升兩點收市 記得昨日節目提及過 股市可能會跌 結果並未跌 當然,仍然不太多點升,只是升兩點 只不過與此同時,節目另一個預測 估計26,000點短線可以收到 今天收到,但這不是最重要關鍵 因為節目預測 估計下星期初,可能到26,000點 有機會出現反彈 今日最低26,300點,未逼近 下星期初,會否反彈 在26,000點 既是一個重要的心理關口 同時,見到綠色線 上升趨勢線的支持所在 到這時,會否反彈 下星期初 現在可以從4點 和大家討論,四個注意 這四個注意,如果出現偏好的情況 下星期初,會有望反彈 第一個,要討論的是香港的政局 過一段日子都是一樣的 星期六日,通常都擔心政局再添混亂 所以,星期五日先倒閉 今個星期,並未出現這種情況 可能因為今個星期和以往有少許特別 當然是事後解釋 和以往有少許特別,就是今個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在亂 星期六日,都不用特別沽定 因為一、二、三、四、五都亂,一直沽 不用在星期五,再加多兩年前浴 去沽一下或者減一下磅 這個事後解釋是這樣 所以,接下來星期六日,都是要關注 星期六日,沒甚麼特別 沒甚麼特別的意思是 沒甚麼差過這幾天的情況 有機會令市場出現反彈 畢竟,最近氣氛股仍然差 那麼多事件發生了 而且,今日港府正式調低了 今年2019年經濟增長預測 去到1.3%倒退 倒退1.3% 當然是2009年以來,第一次全年倒退 情況非常惡劣 加上亂局,對氣氛不太有利 所以,接下來六日,很關鍵 如果沒有情況,比過去幾天稍稍好轉 可能可以暫時撐住 經濟增長預測下調這個不利消息 如果再來幾次勢勢,就投赤 這是第一個要注意 第二個要注意,就是中美貿易談判 最近美股一直在做高位 一路上 其中原因,就是憧憬中美貿易談判 向正面發展 雖然我節目也多次提及過 特朗普此人說話反反覆覆 亦說中美會接近達成協議 而且雙方進行了建設性的討論 建設性的討論,當然有很多解讀 但無論如何,接近達成協議 這是相對清晰一點 偏好一點 加上另一個情況發展 令市場人士更加憧憬,有機會比較快達成協議 發展是甚麼呢? 中國官方方面取消了美國進口在中國 至於進入中國的家禽和肉品禁令 換言之,就可以了 美國方面,雞雞鴨鴨、豬、豬牛羊 可以出口到中國 大家覺得,好像是中國方面釋出善意 或者是否朝向,真的談得整個方向的其中一個步驟 所以這方面令大家有憧憬 所以,導致這段時間都是上升 雖然昨天會員,但會員只跌了一點 總而言之,都是傾向,覺得可能可以談得到 談得到的意思是停火,不是從此握手言和 一齊雨過天青,只不過暫時停火 留意著,是否真的周末、周日有沒有有關消息出來了 第三個要注意的是,阿里 阿里正式的照顧 初步,國際據報,國際配售反應非常熱烈 已經觸壓 接下來香港的情況是怎樣的 大家留意著,第一個就是阿里自己本身 第二個,當然留意著,騰訊會否受到影響 其中有很多說法,騰訊可能會成為部分投資者換馬 沽出的對象,沽出騰訊分錢來認購阿里或賣阿里 所以,要看看騰訊會否受到阿里方面的影響 如何是否受影響 看看是否受到3.0底部 以至3.0最低點是312元 如果受到影響,騰訊是港股巨無霸之一 第三個情況就是這樣 第四個要看的就是上證指數 上證指數,今天走勢真的會租高一點 今天港股升兩點,不算是跌了,跌了18點 而且已經跌到291,這個前浪底的支持 可以理解為,現在要劃成三角形 這三角形,平底三角形的底部 所以,穿不穿2891,非常乖 一穿就頭痕一點 技術走勢上,跌穿平底三角形 要有些跌,跌穿了 起碼跌到100點開外 所以,留意這個位置,2891 這項上證是四大注意 主宰著下星期初 港股能不能在26000點之前 出現一個比較理想的反彈 時間關係,今次分析大致這裏 多謝大家